所以今天到了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在每做一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认知到的是 这个议题在全台湾 可能真的有一半以上的人 对于这个议题是持跟你不一样的态度 那你如何在一个共融社会里面 去传达你的理念 这大概是我今天要立法先生 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我想新的会期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要继续发挥我们100分的努力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从我们最基本面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委员会 每一次的监督问证 咨询预算审查法案审查 我们都不会缺席 那再来当然就是 如何来发挥我们关键的影响 3加11的决策会 记录到现在没有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民众对于指挥中心 没有信心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 只是提出一个良心的建议 希望您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 来消除国人的疑虑 那你也可以讲说 我指挥中心的会议 每一场都直播来办 那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办 我们没有说每一场会议 哎 部长您不要这样子虚解我的发言 我没有说每一场会议都要直播 我说的是在打到国人疫苗的EUA取得的审查会议上 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我们需要知道有哪些委员投了同意票 哪些委员投了不同意票 所以请不要一直拿这东西来污蔑我们 部长你这样子一直在打断别人的发言 这样好吗 我今天是提问方 您照着我的问题回答 新闻初出茅庐还不懂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经过了一年的洗恋之后 我相信在第二年一定会发挥更大的战力 因为从我的求学背景一直到工作 其实都是在处理城市语言 或者是一些AI跟科技相关的事情 那在跟科技去互动的时候 其实对跟错是非常的明确 就像我们在算数学题一样 数学题你算对就是算对 不会就是不会 所以我问你这一次5月28要签约金额是多少吗 我们相关的企业 不少啊 直接回答啊 依照这一些来进行 你国产疫苗5月28号签约金额是多少 合约金额 因为你用到预算啊 你既然讲说你用到的是去年的预算 那我想要问你你到底预算多少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看到立法院的问证的 这些所有的工作 也许大家看到表面上 我们可能5位民众党立法委员 是相对比较理性问证 但是他背后其实是有相当多的准备工作 包含说我们可能要去跟其他的在野的党团 甚至是民进党 我们要如何去在达到我们的政治的期待之下 我们需要做一些最小的妥协 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对跟错 你必须要体认到从你进到立法院之后 你每讲出来的话或做出来的事情 在全台湾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反对你 但可能有另外一部分的人他是支持你 那你要为的是支持你这个政党的选民们 那你要去努力来捍卫他们所期待的价值 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但是你要想办法去照顾到台湾的每一个 但是陈培哲我们前审查委员也特别提到 受到的这个压力总统府的压力不亚于 他自己在审查的时候能够用科学跟专业来判断 请问两位到底5月28号为什么这么急 你难道不然等到6月中再去跟他们签约吗 其实我觉得在立法院的问证上来讲的话 跟我科技业的背景相关的 其实是在处理很多在立法院相关的审查预算的时候 其实会特别的需要用到一些科技的背景知识 那最近其实我发现就是在省预算的时候看到 各部会其实都会开始提很多跟AI跟大数据相关的计划 但是你实际上可能细一步去问说 到底你运用了AI做什么事情 还是运用了物联网做什么事情 好像反而他们又讲不出了什么东西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当我们今天能够在立法院里面有 比较相对对科技有一些认识的立法委员 在这个部分就比较能够去把关 现在我国政府其实在很多的部会来说 其实他们对于科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必须要这样说 因为其实很多的部会他们可能都会提许多的 在他们自己的部会所管辖的范围里面如何运用 新的科技进行数位转型也好 或者是他们尝试着要把自己的一些流程进行 一化或改善来运用数字 数据来去进行一些政府治理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心有余而力不足 主要的原因也是第一个人才不足 所以像我们之前一直在谈的资讯安全的问题 可是盘点完之后发现 我们台湾的政府资讯安全的人才 光是你一定要聘足的资讯安全的人才 缺口就有高达一千多位 那再来是说第二个是我们 有没有一个主管机关或相关的部会 是有办法来对 资讯科技或数位转型能够进行了解之后 他有办法去主导这些计划 那这是我觉得最需要 赶快加紧脚步 不管是说今天用数位发展部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凝结更多有数位专长的人 我其实是有修过教育学分 而且我小学的那个励志志愿是要当老师 所以我当时在考大学的时候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师范大学资讯工程 所以后来其实我在立法院选 就是委员会的时候 当然我首先第一个是希望说从科技的角度出发 那我就看了一下 科技部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教育的议题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108克刚的改革 真的是不只是整学生 其实整家长甚至老师也都苦不堪言 所以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我真的是蛮开心的 那一方面是说跟科技部的这个监督的交流 那以及教育部相关的一些可以帮助各位 从课纲跟考招的问题 来去为学生跟家长跟老师来做一个发声 我自己之前曾经是有在南投工作过 因为我那时候在做工业互联网 所以我很多的客户其实都在台中 所以我对于中张头其实相对是没有很陌生 那我发现台中这个地方呢其实很有趣 比如说像台中的民众他们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议题 他相对都是蛮热心的参与 那再来就是说我其实看到台中的大大小小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被关心的 举例来讲他们可能会发现 这个河滨公园为什么没有办法像台北 这么的漂亮像高雄那么漂亮 那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可能就是可以用 中央的角度去关心说 比如说河滴的整治啊或者是一些市容的一些改变 那甚至像之前也很有趣有一次是 有一个河川投变肯锡 他就发现突然 连续两个礼拜六至的时候死鱼都特别多 结果呢我们就发现说有这样的问题 那民众也急急抗议 那我就请我们的这些水利署河川局 他们就到场看 就没想到关心完之后鱼就不死了 这些是很明显就是可能是有上游工业区 排放的废水等等 那因为台中本来就是一个同时 具有工业区跟我们讲说民众的就是油气区 其实他是有点交错在台中的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的话当然就是如果有人 愿意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品质 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地方的一些实际的案例或现场发生的经验 也是可以来作为我们在中央不管是从修法也好 省力算也好 其实都会是我们很好的借鉴跟依据 我们的义务就是说 如何去帮助当地中张头的民众去回答他们心中的疑虑 帮他们找出问题的真相之后 然后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地方经营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支持我们的选民想要说的一句话是 非常感谢有你们 因为在我们被蓝绿夹杀的情况之下 其实每一天看看大家的留言跟分享和打气加油 其实都是对我们来讲心灵最好的慰藉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管道来让大家知道 你们的选票是有在工作的 而且你们的选票非常的优秀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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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